佛菩萨的正能量 学佛后不可思议的感应 作者 见贤思奇 一 无名的哭泣 因为一直受学校的唯物主义教育 我不信鬼神 对宗教总觉得那应该是属于哲学一类理论上的东西 没什么实质 我05年大学毕业 因为在网上找中医治病的缘故 顺便在那个网上接触到了佛法 于是好奇 就要了几本别人免费结缘的经书 其中有《地藏经》《金刚经》 我只是当成一般书在看 不过是很认真的在看 看《地藏经》的时候 觉得眼睛不停地跳 看《金刚经》时 有天看得很入神的时候 突然感觉自己内心非常清静 有一种很舒服很舒服的感觉 周围的声音虽然还是能听到 但是感觉就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自己的心完全与这个世界分离 出奇地平静 舒适 那种感觉让我不想再回到现实的状态中 这样的状态大概持续了十多分钟 那次经历以后 我开始觉得似乎佛经并非一般世间书籍 加上我看了那个中医网上不少介绍佛法的文字 我开始有点相信佛法了 我开始每天读一遍《金刚经》 于是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 那段时间我早上起来读 读得很认真 每读到快完的时候就开始流眼泪 一方面感觉到那种痛彻灵魂的悲伤 嚎啕大哭 另一方面理智的大脑又觉得自己很奇怪 因为没有任何伤心的事情 就算在哭的时候 也觉得这不是自己正常的反应 感觉自己很奇怪 为什么会哭呢 但是这种看清哭泣的情况 基本上每次在我入神的读《金刚经》的时候 都是如此 以至于我都习惯了 后来我才知道 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前世学过佛 今生再次遇到 就会感动 而我后来每次念佛号到入神时候 也是一样的反应 泪流满遍 嚎啕大哭 那种撤腹的哭泣 是我从出生到长大 正常情况下的哭都没法比的 二 念佛驱鬼神 我从刚刚开始信佛以后 说来奇怪 都工作两年多的大男人了 晚上一个人睡觉的时候 居然感觉到害怕 顺便说一下 我从小都胆挺大的 六岁就一个人单独一个房间睡觉了 有一次我睡着睡着 感觉到有双眼睛在围着躺在那里睡觉的我 看 找 转了好几圈 我能感觉到自己一个人睡在床上 那双眼睛围着我的身体 在嗅 我感觉很害怕 突然 我看到那个东西了 戴着尖尖的黑帽子 身上是黑色衣服 脸看不怎么清楚 但是好像是骷髅那样感觉的脸 他用嘴对着我的嘴 就要开始吸 我情急之下就念 南无阿弥陀佛 那个东西刚刚下嘴开始吸 突然啊的惊叫一声 受了很大惊吓 从窗户飞走了 而我当时也一下子就醒了 那叫声还回响在耳边 心想好险啊 以后 我每次在梦中感觉有什么不对劲 就念南无阿弥陀佛 或者南无观世音菩萨 每次都能让噩梦消失 自己醒过来 有一次 我发现梦境不对 念佛号后 感觉一个软软的 女的东西 从我身上滑下身去 还有一次清晨的时候 做一个梦时 我念佛号显而梦境消失 这时 听到哀的一声叹息 然后那个人走了 我感觉到 那个人似乎是准备来给我投梦的神 又有一次 我睡觉时候 想我那个年轻时候 就死去的妖婆婆 想着想着 就突然感觉到 她从我家屋后 我 妖爷爷家就在我家后面 她家一直都闹鬼 感觉到 她从我家屋后飞过来 就要附在我身上 我立刻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就感觉 有一股正的力量 到了我身上 令我做群兽之王的表情和吼声 吓退了她 类似的事情 还有很多 就说上面几个典型的 第三 放光的僧人 有时候 我从上床睡觉一开始 就念南无弥陀佛 睡着了 心里 也在不断的念 有一次半夜了吧 我看到一个僧人 出现在我床的上面 穿着大家常看到的 灰色的那种僧袍 但是感觉衣服上有光 光不刺眼 中年 面目慈祥 看着我 我就想 这是谁啊 是观世音菩萨 还是阿弥陀佛啊 我想的一刹那 就没有念佛了 心里疑问的时候 也没有再仔细看 过不一会儿 她就消失了 现在回想起来 那也许是阿弥陀佛吧 四 阿弥陀佛 与观世音菩萨的能量 一般情况下 我晚上睡觉 专心念阿弥陀佛 或者 那么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都能感觉到很强大的力量 来到身上 就会感觉 身上特别有劲 能量特别强 开始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念着阿弥陀佛 感觉到很强大的能量了 自己很害怕 以为又是什么情况 于是幻念 那么观世音菩萨 没想到感受到的能量更强大 我有点害怕 但怎么念 都摆脱不了那能量 自己的灵魂都跳起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 自己真傻 好事害怕 一般来讲 念阿弥陀佛 有光 念观世音菩萨 能量比较快 强 我必须念 南无阿弥陀佛 念四字阿弥陀佛 就感觉不来阿弥陀佛的力量 有一次 我也是睡觉就念佛 睡着了 也一直不停 突然 我感觉到一股 心念力 来到我身上 如气如素 婴儿心一般的纯净 很挚扭的心念 想要把我带出这个痛苦的世界 那样强烈 那样纯净 那样执着 那样急迫 我真的无法用文字 来形容那颗心 南无阿弥陀佛 写到这里 我热泪盈眶 南无阿弥陀佛 五 感受到护法 开始 晚上我念佛号 或者念观世音菩萨 需要念很久 很专一 才能感受到能量 来到身上 后来 我发现能量 来得快多了 有段时间 我早上 两三点钟 起床打坐 有一次 坐一会儿困了 就躺床上 假妹 睡着了 但是自己的意识 还很清晰 又出现一些 不喜欢的梦境 我就慢慢的开始念 南无阿弥陀佛 这时候 我感觉到床边 就有人 开始念咒 是菩萨 还不止一位菩萨呢 很着急的 其中几个念了几声咒 一下就飞到我身上来了 我又感觉到了 熟悉的正能量 看来 镜上说的 阿弥陀佛 会派三十二位菩萨 保护念佛人 或者 观世音菩萨 会派 龙天护法 保护 持咒人的事情 真是不假呀 那麽阿弥陀佛 那麽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麽极乐净土 诸菩萨 那麽十方三世 一切佛菩萨 随喜功德